区区一条淡水鱼,竟然能被称为索命鱼 众所周知,我国有四大家鱼,分别是草鱼、青鱼、莲鱼以及雍鱼 而其中青鱼被许多钓鱼老称之为索命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青鱼 从外表来看,青鱼和草鱼有些类似 不过如果仔细看看,还是能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例如青鱼的鱼鳞比草鱼更有层次感一些 另外青鱼也是四种鱼中唯一的食肉鱼 它们的食谱主要有虾、荷棒以及其他小鱼 当然偶尔也是可以吃一点素的 所以青鱼是一种很好养活的鱼 青鱼的生存能力不仅体现在食谱广泛上 它们对于水质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在一种淡水鱼里,青鱼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是最强的 这是因为青鱼有一项特殊的本领 它们可以利用皮肤以及肠道来呼吸 所以青鱼对于水下氧气的需求量并不多 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低氧环境正常生活 而关于青鱼最玄乎的或许就是青鱼石了 其实严格来说,青鱼石并不是石头 而是青鱼咽喉味止的一块硬质物 青鱼平时就是靠这个来磨碎食物的 不过因为其晶莹剔透的样貌 也就被人们当作玉石了 另外青鱼的肉质也十分不错 它们的营养价值很高 有着许多功效 有着如此多好处的青鱼 能够在四代加鱼中位列第一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青鱼这么好 为什么会被称为所命鱼呢 四代加鱼之首的青鱼居然被称为所命鱼 这到底是为什么 虽然青鱼有着许多好处 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太难抓了 难抓到什么程度呢 听听这个外号所命鱼就知道了 因为青鱼有着许多好处 所以这种鱼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家在收购 所以渔民们对于青鱼也十分青睐 因为能卖个好价钱 许多渔民为了保证捞上来的青鱼活泼健康 所以一般会亲自下水捞 而这就是危险的来源 首先青鱼的体型很大 一般成年个体的长度可以达到一米多 体重有70多斤 即便是放在地上 一般人也很难搬动 一旦青鱼开始扑腾 普通人还真不一定能控制得住 更何况在水里 青鱼能发挥出来的力量更强 捕捞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另外青鱼的繁殖期在4月到7月 这段时间河里的青鱼数量会很多 甚至在湖边都可以直接看到 但是这个时候河里的水位也会上升 河滴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让捕捞青鱼的人受到安全的威胁 综合种种因素 青鱼能够成为所命鱼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到了现代各种机械化捕鱼设备的出现 让青鱼不那么难抓 但他们对于钓鱼老来说 依旧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一旦不小心就会被青鱼带到水下 这个时候要么放弃鱼竿 要么放弃生命 对于水性不好的人来说 恐怕就是二者结实了 既然青鱼的营养价值如此高 市场需求量也很大 那为什么渔民不养殖青鱼呢 可能有人会问 既然人们追求青鱼的营养价值 以及它的各种好处 而青鱼又不是什么很难养活的鱼 为什么渔民们不养青鱼呢 这样一来 不仅抓捕更简单 而且还能增加收入 其实倒也不是渔民不想养青鱼 主要是青鱼的生长周期太短了 一般一条青鱼只需要三个月 就能长到五公斤 等长到十五公斤的时候 也才一年左右 所以青鱼也被称为长得快 可能有人会问了 难道这长得快不是一件好事吗 问题是青鱼要长这么快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由于青鱼是食肉鱼 所以渔民们还得自己去购买虾 螺丝等水产来喂养青鱼 这么一来 渔民们的成本就会高更多 但要是不投喂这些 那青鱼长起来又没有那么快 生长周期就会有影响 延长售卖时间还算是轻的 之前就有不少专门样子青鱼 结果破产的老板和青鱼相比 草鱼就容易接受多了 草鱼不仅投喂方便 生存能力不弱于青鱼 而且草鱼的样子成本也不高 可以快速收回成本 所以即便青鱼一直都有人需要 但很少有人会专门来喂养青鱼 不然亏都不够亏的 总之青鱼的好处是有了 而且很多且不可忽视 但抓捕以及养殖青鱼的困难 也是客观存在的 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去世 或者是家破人亡 这也是所命于的恐怖之处